国内压血工艺大厂双棚 以四列用的鸡血混合压血 制作成黑心压血流串全台 机动港码头存放气体槽破裂 发生毒气外泄 直到下午4点才成功止泄 平交道安全没有改善 台铁驾驶决定从明天开始 经过平交道时都要减速行驶 欧盟领袖高峰会 聚焦在乌克兰停火协议 希腊债务以及欧盟区的返口措施 各位观众晚安 欢迎收看今天2月13号公示晚节新闻 我是盈兴盈 新闻首先带来关心的是 过年快要到了 现在又传出黑心食品 在台湾火锅料市场占有 至少7成的双棚公司 涉嫌从彰化云林的屠宰场 购入饲料用的鸡血 再做成火锅料 被离职员工向台中递检署检举 检警昨天分别搜索双棚 在新北市跟台中市的工厂 目前彭信负责人已经被收押 双棚食品公司的员工 在工厂内忙进忙出 不过13号工厂并没有作业 因为前一天 这家公司遭到检井查获 他们所生产的火锅料 疑似加入不能给人食用的鸡料用鸡血 在跟各地屠材厂收购的时候 他们所订定的契约里面 就已经订明该所收购的勤血部分 不能作为人体食用 只能作为鸡料用 那该松口公司在收购以后 把它加工以后 作为人体食用之鸭血出售 警方调查 这家双棚食品公司 专门经营火锅料和卤味 供应全台湾七成以上的大卖厂和火锅店 但遭到离职员工检举 业者涉嫌长期从彰化云林的屠宰厂 购入鸡料用鸡血 再做成火锅料工人食用 他的风险就是会担心有这个 细菌讯的一个食品的一个感染疾病 或是肠胃炎 或是还有一个就是可能会有动物的这个用药 或是荣药的一个残留量等等 台中卫生局强调 鸡料用的勤血根本就不能让人食用 已经着手集查有多少火锅店 残饮店用了这些鸭血 清查黑心鸭血流入市面的状况 而双棚公司的彭信负责人也已经遭到收押 记者邱子培赖斯杰台中报道 国内鸭血供应大厂双棚食品被爆出生产黑心鸭血 其实双棚早就有前科 不但曾经以鸡血混合鸭血 还被查出排放废水遭到开罚停工 因为双棚的产品骗及全台 卫生单位也不敢大意 台中卫生局中午紧急抽查多家知名的火锅店 就发现了顶王跟吴老锅使用了双棚的黑心鸭血 立即封存 而连锁的前夜火锅也马上将问题商品下架 国内鸭血供应大厂双棚食品公司 爆出使用鸡料用禽血混合鸭血 方卖给民众食用 12日遭检井查获 但其实双棚早有前科 一年前位于树林的生产工厂 就曾以使用鸡血混合鸭血被人检举 隔不到一个月又被查出排放废水 遭新北市环保局开罚60万热令停工 去年12月才复工 没想到现在又违法 他的流向占了台湾七成的市场 所以合理怀疑 所有的比较大型的通路 还有传统市场应该都已经沦陷 台中市卫生局表示 鸡料用禽血并未特别消毒处理 所以可能遭粪便农药细菌感染 虽然爆发黑心鸭血 13号还是有不少民众来吃麻辣锅 但以麻辣鸭血出名的顶王麻辣锅 在12号晚间就开始停卖鸭血了 里边就是没有 会不会觉得很可惜 他们很有名的就是他们 对 有点可惜 因为我们以前也经常来吃啊 对啊 但觉得那鸭血蛮好吃的 台中市卫生局在13日中午派出鸡茶人员 抽查多家台中知名的火锅店 其中顶王和五老锅都使用了双蓬的黑心鸭血 鸡茶人员也马上封存336公斤 而千叶火锅也马上将有问题的商品下架 卫生单位表示将会持续鸡茶 记者 球子北赖时捷 台北台中综合报道 基东港东岸十一码头 今天早上七点多传出有毒气体 氢佛酸外泄 水凤气体的体槽呢 是破了一个大约五公分的裂缝 容易不断喷出 一直到下午将近四点才成功止泄 基东市环保局已违反空无法 采访业者十万块钱 也持续来监控 外泄的液体流向是否会造成污染 毒气外泄现场已经封锁 禁止人员进入 也管制车辆进出 可以看到水性有毒的气体 氢佛酸还不断地从裂缝中喷出 今天一早七点多 基隆港务公司人员就发现气体外泄 由于这是基隆港 首次遇到有毒气体外泄的意外 基隆市环保局 紧急请求环保署灾害应变 咨询技术小组跟工员员支援 目前也进行了两次 目前都失败 所以还是维持在泄露的一个状况 那环保局已经在周遭 已经布了一些蓝屋所 然后预防这一些屋化学物质 会流到我们港池里面 最后在下午将近四点 终于完成了紫屑 再来还要把剩余的氢佛酸 移接到另一槽车 为了避免歪泄气体流入下水道跟港区 决定先在排水沟填充氯化钙组绝 可以综合它的那个酸性 那它现在我们是希望它 到那个水沟排放口那边 把它氯化钙倒下去 综合把它稀释掉 业者是从中国宁泊进口 这种佛化氢的水溶液氢佛酸 它具有强烈的腐蚀性 接触暴露到这种有毒的气体 刚开始可能没感觉 但几个小时后 氢佛酸跟骨骼中的钙汇反应 才会疼痛 严重会导致心肝肾 呼吸神经系统致命的损伤 业者已经被基隆环保局 依违反空污法罚了十万元 也将持续监控风向跟浓度 看是否造成了污染 业者也必须完成后续的储物工作 记得陈淑均刘翰林台北报道 高雄监狱挟持事件 法务部傍晚提出调查报告 初步认定高雄监狱 没有做好人员跟场所的安全检查 导致受刑人能够拥有剪刀 挟持管理人员 而弹药铺防护强度也不足 这也让受刑人只用灭火器破坏 就能够进入取得枪械弹药 法务部将在农历过年前 提出检讨报告 高雄监狱爆发国内首次 有受刑人结枪夹持 典域长与管理人员事件 引发各界关注 法务部依照马总统指示 在13号提出调查报告 内容包括事发完整经过 以及检讨与改进事项 其中所要缺失就是 高雄监狱为落实人员 与场所安全检查 让六位受刑人得以持有剪刀 夹持狱中管理人员 剪刀呢 是当天领取以后 把它拆成四片 就是两把剪刀拆成四片 像这种力剪的话呢 他们要出去看诊的时候 应该要减身 但是据说他们 只看到检查口袋 就了解他们只检查口袋 所以呢 减身不够彻底 另外枪械式与弹药式的铁门 与门锁强度不足 让受刑人使用灭火器 与高脚仪等物品就能破坏 进入取得枪械弹药 也是一大缺失 枪械库 就是借户科里面的枪弹分离 它的设施跟门锁 是有带假抢的地方 另外呢 还有警示 它跟这个相关的影像设备 是落后的 落伍的 所以呢 当时借户科呢 并不晓得 当时这件事发生什么事情 所以呢 才造成 管理员 他就匆匆赶赴这件事 而那边呢 最少人 只有一个替代一难的中空 人力不足的地方 法务部将针对相关缺失 进行改进 加强安全检查 以及改善各项受刑人管理制度 也会强化高风险受刑人辅导 并尽数提出 人力与设备改进计划 法务部也表示 会依照马总统的指示 在农历过年前 提出进一步的检讨报告 记者张智雄 陈信龙台北报道 六名挟持人质的囚犯 昨天凌晨 隐淡身亡 今天下午 家属到高雄大辽监狱去招魂 而这一次的挟持事件 也凸显出很多问题 除了安全检查的漏洞 目前高雄监狱有超过 两千名的受刑人 而管理员却只有两百人 管理员跟囚犯比是一比十 远远超过目前国际的平均标准 13号下午 辖持人质自尽身亡的六名囚犯家属 有十几个人 出现在高雄监狱东侧门 为自己的家人招魂 现场气氛哀气 虽然辖持事件已经结束 可是还有一堆问题 等着高雄监狱去解决 像是囚犯取得剪刀 钢钉 就成功辖持监狱管理员 抢夺枪支 凸显了安全上的大漏洞 除了安检之外 监狱管理员 原额不足 超额收容 也是一大问题 以高雄监狱为例 目前收容2597名受刑人 可是管理员却只有200多人 管理员和囚犯的比例为1比10 国际上的现况是 日本1比4 美国1比1.3 英国1比3 台湾比例远远超过 国际平均标准 而且每个收行人使用空间 只有0.43平 专家指出 监狱生活过于拥挤 借户安全根本很难落实 作业跟教化这种工作室 建构下有一个 很坚强的一种借户安全 你借户安全做得好 你才能去做教化活动 或作业 如果你的借户安全 没有办法的话 那这个部分 这些都没有办法做 所以拥挤 其实是会扼杀了 监狱的一些行政作为 包含教化作业 不只高雄监狱出状况 犯罪防治专家强调 目前国内的监狱管理 急需重新检讨 全国49间所 可容纳人数 5万3千多人 现在却收容了 6万3千多人 超收1万人 而10年前 台湾监狱的超额收容比 不到10% 现在已经高达20% 受刑人太多 监狱太小 管理员又不够 是眼下最急迫解决的问题 记者李慧宜 陈显坤 高雄报导 高雄监狱 挟持事件 凸显出 预证急需改革的问题 退休多年的前 法务部监索司司长 黄征南建议 随着无法假释的 三阵刑犯人逐年增加 监索管理的 高风险因子也大增 政府有必要打造 长期犯罪的专属 超高度的安全管理监狱 否则监狱暴动 还是会发生 高雄大辽监狱的挟持事件 虽然落幕 衍生出来的预证管理 及改革的问题 浮上台面 前法务部监索司司长 黄征南 五年前退休时 曾经表示 假释门槛提高 等的法律修改 人犯结构发生变化 最快2013年 就会爆发大型监狱暴动 长期刑重型连犯 罪犯也好 他一进来以后 不容易出去 他一定会 我们讲 占那个监狱里面的 一席之地 因为整个这些连犯 不好管 不监狱 比较重型的 罪犯监狱 他们都觉得 多一次不少一次 由于无法假释的 三阵刑犯人 逐年增加 面对没有明天的绝望 他们的心态 与一般犯人不同 也成为监所管理的 高风险因子 黄真兰建议 政府应该新建 专属的超高度 安全管理监狱 设有一千间 独居房 收容总数 两千五百人 就每一个人关一间的 我们在那里 给他磨嘛 磨磨磨 磨个三五年 再给他转到 那个小杂局 两个人一间 不过黄真兰觉得 政府愿意在加强 或更新监所设施的 经费支出上 少之又少 趁这次挟职事件 政府不要再心存侥幸 应该提升监狱管理的 设施 人力及财力 运用监视系统等的科技 减轻人力负担 改善管理 嚇阻监狱暴动的发生 记得 陈嘉欣 陈三伟 台北报导 国民党立委 蔡振元 罢免案 将在明天投票 而台北市长 柯文哲 12号 在脸书上 泼文 谈罢免 文章当中 就有藏头诗 合起来 就是罢免 要过半 此文一出 台北市选委会 今天也接到 不少的检举 而身为当事人的 蔡振元 身影多天之后 今天也出面 批评 这些违法的宣传手段 台北市长 柯文哲 12号 在脸书上 po文 谈罢免 表示罢免 不能宣传 是很奇怪的事 明显违反民主精神 过去从来 没有完成 罢免程序 无论赞成或反对 千万不要 半途而废 最后还提醒大家 2月14号 情人节投票当天 可以在投开票所约会 而仔细一看 每行第一个字 也有藏头诗 合起来 就是罢免 要过半 此文一出 台北市选委会 13号 就接获民众检举 柯文哲违反 罢免不得宣传的规定 以我们才华标准 那个 假如一眼看出来 这个就是 一个宣传活动的话 那就属于 违法 不管你 怎么样隐藏 或是 影色 这都是属于违法 台北市政府 出面检视 选举可以宣传 为何罢免不能宣传 柯文哲 柯文只是提出 问题讨论 市长认为 他的发言 是可以受公平的 那对于 市选委会 未来的 这个 处理的态度 这部分也是尊重 他们的裁量权 而身为罢免案主角的 国民党立委 蔡振元 在国民党台北市 党部主委 钟泽良的陪同下 震出来痛批 主导罢免案的 太阳花悬运人士 假冒台北市 党部的名义 发文宣 甚至登报 要大家去投票 假冒市党部的名义 叫我们的党员 出来投票 跟我的立场说 不投票的立场是违背的 尽管蔡振元反击 但发起罢免的民众 13号晚上要举行罢前之夜 台北市长柯文哲 预计晚间也会路过声援 对此台北市宣文会表示 已经收到正反双方的检举案件 将在投票完成之后 再进行讨论 如果确定违反选罢法 将被开罚 10到100万元 记者离信成立 封昌自家台北报道 前苗栗县县长刘振侯的 包地刘振驰 涉及杨明山七七刑管 窃占案 致临地方法院经验一 水土保持法 土利等罪 判处刘振驰 两年三个月的有期徒刑 而前杨明山国家公园 管理处处长蔡百露 判刑六年 尺夺公权五年 共同涉案的官员 谢文华跟李朝胜 各判刑两年七个月 尺夺公权两年 厂商夜宪中判刑一年两个月 简为七个月 前苗栗县长刘振鸿的包地刘振驰 在阳明山上兴建别墅七七刑管 窃占国土 开挖地下室 去年一月 简邦加设案的前洋管处处长蔡百露 前组长李朝胜 前承办人谢文华等八人 以水土保持法窃占土利等罪起诉 士林地院13号宣判 判处蔡百露 六年 尺夺公权五年 谢文华及李朝胜 各判处两年七个月 此夺公权两年 在百露 他是两次涂离罪 让我们判他两次 一共要执行 尤其徒刑六年 简办依照三坡地保育利用条例 窃占水保法 起诉刘正时 但是基于特别法 又于普通法的原则 誓言依水保法 判处刘正时两年三个月 那我们认定 就是说水土保持法 是这两个窃占 还有三坡地保育利用的特别法 所以直接论理 水土保持法 所以其他两罪 还是有认定 厂商夜宪中 判刑一年两个月 减为七个月 刘正时的女儿及妹妹 都判处无罪 对判决结果 简邦强调 会在收到判决书后 决定是否上诉 在本署收到判决书之后 再行研议 是否提起上诉 全案审理时间 只有夜宪中认罪 其他七人都否认犯罪 由于公务人员 突立罪的本刑 就是五年以上 水保法 最重本刑就是五年 因此出现 涉案官员的刑度 比刘正直重许多的情况 也造成外界产生 法院侵判刘正直的错觉 记得 陈嘉欣 陈昌伟 台北报导 下周就要过年了 高工局预估 17号小年夜 会出现首波南下车潮 方便下午两点过后 就会涌现 比较大的车流 而高铁宣布 再加开八班 每站停靠的全车 自由坐列车 台北也将机动加开班次 至于复兴航空 因为机师重新训练 造成运能不足 民航局也协调 由其他业者换班支援 复兴航空因为部分机师 被召回重新训练 导致春节航班大乱 民航局协调好 其他业者加班输运 让原本购票的旅客 不受影响 春节期间 华信会支援11班 那立农会支援10班 远农会支援1班 那另外我们也请 复兴航空公司调派两架 大型机 3.0跟3.1来支援 民航局表示 复兴航空最快中午开始 个别通知已经订好 复兴航空春节机票的民众 提供转搭和改航班等资讯 另外台湾高铁 由于春节期间 热门时段座位几乎卖光 也宣布再加开 八班每站停靠的 自由坐列车 而八班列车的商务舱 仍然踩对号 14号凌晨开放定位 台铁部分 也还有离峰时段座位销售 台铁表示 春节期间 17号下午到18号 除夕一整天的对号列车 长城座位几乎卖完 旅客可以利用区间列车 而台铁也会视情况 加开区间车 春节期间 以战不留人为书运原则 记者综合报道 台铁今年春节 将加开477班车 却可能面临 班班误点的问题 因为上个月 台铁接连发生平交道意外 火车驾驶联谊会 不满平交道安全 没有改善 再加上人力严重不足 决定从明天开始 经过全台湾 463个平交道时 都要减速行驶 这段赶放下 火车通过平交道 每天都要做的动作 最近却让台铁司机员 被赶压力 因为上个月 树林郡英街 有技术人员误触电路 让栅栏放不下 差点酿成意外 之后 花莲的平交道也出问题 台铁司机员决定 要从14号开始 用慢速通过平交道来抗议 明天开始 每个平交道都减速 他是做这样决定 但是每个司机员 只有他主观跟客观去出判断 台铁工会表示 不只要用减速行动 抗议台铁 也对平交道安全的漠视 也要抗议人力短缺 因为路线跟新车不断增加 全台的司机员 却短缺600多人 不过如果司机员真的通过 463个平交道全面减速 春节的书运将大受冲击 台铁赶紧跟工会沟通 承诺改善平交道安全 我们在春节期间 我们对每个平交道安全的设置 我们都有重新检查过 对交通流量大的平交道 我们有侦派153个保全人员 协助我们看守 除了春节 加派人力看守平交道 台铁也承诺要在五年内 增补289名司机员 全力跟工会沟通 工会也表示 如果台铁释出善意 减速抗议行动 应该还有转环的余地 欧盟成员国领袖 12号在北历史首都布鲁塞尔 举行高峰会 新一轮的乌克兰停火协议 希腊债务以及欧盟区的 反恐措施都是讨论的重点 欧盟高峰会12号登场的 非正式会谈 较原定的时间延后了 三个小时才举行 原因是法国总统欧兰德 以及德国总理梅克尔 为了乌克兰停火协议 在白俄罗斯首都明斯克 和乌克兰以及俄罗斯总统 进行了14个小时的马拉松会议 这个合法是在这里 而是一种希望 但这是一个坏坏坏坏坏 而乌克兰东部交赞地带真实的情况是 明斯克停火协议才刚签署 炮弹又开始在盾内刺客 以及卢汉斯克落下 欧盟方面已经警告俄罗斯 如果停火协议破裂的话 将施加新的制裁 这次的欧盟高峰会 还是希腊总理齐普拉斯的处女秀 11号举行的欧元区财长会 未能救希腊在无危机达成结论 16号将加班继续讨论 梅克尔也将和齐普拉斯 首都面对面的会谈 会前梅克尔松口表示 希腊索困案 双方是有妥协的空间 我们很友善 我希望他在他的选择 我说他从我的方面 有准备要求 好好工作 他也有证明 然后我们现在看到 各种不同的地方 在这些地方 我们也要有共同的决定 这些非常友善 这次峰会 各国领袖还将讨论 是否严格安检进入深耕区的旅客 并扩大资讯分享 不过欧洲议会拒绝为分享 旅客姓名记录数据系统背书 质疑着侵犯个人隐私 记者王辉文整理报道 美国从1990年开始 执行第五类优先职业移民 1比5的美国绿卡 最近被美国广播公司 揭露弊端重生 资格审查不够严谨 只要肯花钱 就能够轻易移民美国 也成为国家安全的大漏洞 不管是俄罗斯伊朗还是中国民众 只要肯花钱就有机会 拿到美国签证或绿卡移民当地 入门专是1比5 也就是第五类优先职业移民 取得1比5的最低门槛 是投资50万美元 超过新台币1580万 以及为当地人创造就业机会 譬如这座拉斯维加斯赌场 不过根据美国广播公司 透过司法管道取得的资料 显示这些投资移民当中 不罚儿童色情嫌犯 淹读嫌犯 扎妻嫌犯 以及间谍 美国官员还透露 伊朗似乎利用这个计划 渗透美国 进行走私跟恐怖活动 加州一家沙烏地阿拉伯裔经营的船运公司 就被怀疑透过这个管道走私物品到伊朗 并把十几人带进美国 尽管负责人时口否认 但目前这家公司 透过1比5投资的32个项目 都受到犯罪调查 这起案件也延烧到华府 当时的移民局长 现任国土安全部副部长 因此受到调查 记者陈秋梅报导 广受欢迎的政治人物 有时候会被盲目的支持者给神话 印度就有人帮现任总理莫迪 盖了一座供奉他的庙 莫迪也感到相当惊讶 由于这个庙盖在公有土地上 现在已经被拆除了 这座供奉印度总理的莫迪庙 出现在西部古加拉特省 也就是莫迪出生 并且担任过省长的地方 庙里放着莫迪的半身塑像 上面有金色莲花形的宝盖 好几百名莫迪的支持者捐钱赞助工程 但莫迪本人表示被这个点子吓到了 认为这不符合印度伟大的传统 碰钉子的粉丝们不以为意 想把莫迪向移走之后 供奉印度之母 不过地方政府发现 这座庙盖在公有地上是违建 随即拆除 谈反之子出身的莫迪 在去年大选率在野的印度人民党 取得国会过半席次大胜 成为第十五任总理 之后访问美国掀起旋风 声望如日中天 面对粉丝的造神运动 莫迪呼吁应该支持的是 他的大扫除运动 让印度变干净 记者是会中报道 无国界记者组织公布 最新的世界新闻自由度的指数 台湾排名是全球第51名 在亚太区排名第三 次于纽澳由于南韩 日本跟香港 总体而言 去年全球新闻自由 总体呈现退化的状态 记者在采访示威抗争时 经常被视为是攻击的剑靶 而政权操弄媒体 伊斯兰国等组织绑架杀害记者 都是让新闻自由的大威胁 总部设在巴黎的 无国界记者组织 最近发表的 2015世界新闻自由指数显示 180个列入评比的国家 有三分之二退步 整体指数下滑10% 显示大环境恶化 这份报告特别警示 伊斯兰国等激进组织以残暴屠杀的手段操控全球媒体的报导 透过社群媒体塑造恐怖情绪 已经成为控制全球新闻自由的最新力量 报告还指出 去年记者在各国示威场合的采访 面临更多暴力威胁 在乌克兰危机和土耳其的示威中 记者成为攻击的标靶 在香港占中行动当中 警方对记者动用肢体暴力 美国密苏里州佛格森市的种族抗争 记者也遭示威群众跟警方拦阻或攻击 俄罗斯是政权前置媒体的代表 新闻自由指数滑落两名到152名 至于吊车尾的黑名单国家 中国排名176是倒数第五名 而中国伊朗跟非洲国家厄力垂亚 还被点名为世界记者与部落客的三大牢笼 记者时会中报道 世界上有不少罕见疾病 但您知道赖川病吗 这种病症会让脚掌慢慢往内翻转 扭曲成像曲棍球一样的弧形 患者几乎没有办法走路 在日本这样的患者大约有100位 其中有一位患者续芳美奈在6岁时发病后 还是勇敢面对 积极参加校外活动 让更多人知道这种病 慢慢地走在走廊上 女高中生的姿态显得有点不自然 因为罹患罕见疾病赖川病 17岁的续芳美奈 高中只能就读特教学校 为了稳定情况 续芳美奈整天穿着金属质的辅助器 但一到傍晚还是容易发病 那传病来自遗传基因异常的一种疾病 会造成全身僵硬姿势异常 病症多半出现在脚步 脚掌会像曲跟球杆一样往内翻 造成走路不稳容易跌倒 6岁就发病的她 每天忍受病情渐渐恶化的痛楚 却从来不含苦 让家人很心疼 而她唯一的心灵寄托 就是阅读朗诵 曾患麻风病的女诗人作品 除了就学外 她也积极参与校外活动 让更多人知道 喊病患者的心情跟生活 让民众相当的感动 虽然赖川病在30岁左右就会停止恶化 但目前医学只能够减缓恶化程度 无法治愈 未来13年 续方美奈表示 也会继续奋斗 用乐观心态面对 将这罕见疾病的病况 传达到社会各个角落 记者城市通报道 美国连杠三个月的威力球彩券 累积高达5亿6400万美元 相当于179亿的新台币 这个星期三终于开出头奖了 有三个星云而平分 美国这两个月以来 最热门的全民运动 就是买彩券 连杠了三个月的威力球彩券 累积的彩金金额高达5亿6400万美元 相当于新台币179亿元 是威力球史上第三高 6个号码全中的几率是 1亿7500万分之一 套句大家常讲的话 真是比被雷打中还难 但6个号码11号开出之后 恐怕是较百万人心碎了一地 因为有三名幸运而中了 这三名一夜醒来 便近身亿万富翁的人 身份外界不得而知 只知道彩券是北卡罗来纳州 德州以及波罗的各 三个地区的彩券行卖出的 而这个老板就是其中一位金手人 至于没对众的人还要试运气的话 只好下次再来了 记者王沪文这里报道 我们将镜头转回国内 带你来关心的是 持续来看的是 台中市料性的中古车商 遭人绑架勒鼠案 经过斡旋之后 两亿元的赎金 涨到了1500万元 昨天凌晨获释 警方也在基隆抓到七名嫌犯 嫌犯共称说 认为经营中古车 赚钱很容易才策划绑架 不过警方就怀疑 受害者的弟弟在哥哥 被绑期间举行婚宴 还能够打电话报平安 怀疑内情并不单纯 被逮的嫌犯低头不发一语 最前头的主嫌用手遮着 就怕面容曝光 他们就是策划 整期绑架的七名嫌犯 在警方确认被害人安全之后 北上基隆逮人 警方起出大笔赎金 以及主嫌作案时的衣物 还有用来控制被害人的电击棒 事情发生在这个月4号 李姓主嫌找来同伙 以两部车包钞 先用电击棒将人电晕之后 强压上车 再到台中大坑山区 换车转移阵地 一度要求两亿的赎款 最后靠着警方按黑道大哥的 从中斡旋 赎金才降到一千五百万 人质经过九天的惊魂 最后十二号凌晨 在彰化平安获释 这个换贤有需要 财务上的困难 或者怎么样 我想这个部分 应该是跟这个钱财有关系 虽然人质获释 不过警方追查 发现被害人的弟弟在哥哥还没获释之前 高调举行豪奢的婚宴 另外在被绑期间 料行被害人 可以打电话向家里报平安 看不出家属有任何担心 警方在基隆和台中等地 分别抓到六名的嫌犯和李姓主嫌 虽然被害人工程和嫌犯不认识 不过案情疑点重重 警方也将持续追查 记得点健身 台中报道 香港艺人 房祖民去年八月 在北京住家被查获持有 以及收留他人吸食大麻 被判六个月刑期 今天凌晨关押其满 获得释放 而房祖民明天 也将在北京举行记者会 公开盗窃及说明 陈隆的儿子 艺人房祖民 去年八月十四号 在中国北京住家 被警方当场起出毒品 和台湾艺人柯震东一同被捕 今年一月九号 他在北京市东城区人民法院的 外事法庭开庭受审 当庭认罪 我犯了法 必须要受到法律的惩罚 回到社会之后 绝对不会再犯 根据审判内容 房祖民因为持有 并且刘荣他人 吸食大麻 触犯刑法 因为有认罪 且犯后态度良好 也没有前科 所以被法院判处六个月 有期徒刑 并处罚金两千元人民币 房祖民从去年八月被关押后 积压折底刑期 因此到二月十三号 刚好满六个月 他的经纪公司也发出声明证实 房祖民在二月十三号 零点四十分已经被释放 声明当中也提到 感谢各界关心 以及媒体关注 房祖民也决定 在二月十四号星期六 将在北京举行记者会 公开道歉并说明 记者综合报道 今年三十五岁的台裔男子科尼 一岁时被范衣集团 卖到了芬兰 去年在同样命运的 萨宾娜鼓励之下 决定寻心 花了一年多的时间 在警方的协助之下 终于找到了亲生父母 昨天他带着妻儿 来到台湾跟母亲见面 也将在台湾跟亲友们 共度第一个农历春节 虽然一岁离开台湾后 亲生父母就完全断了音讯 三十四年后再重逢 寂寞声又感动 说到当初因为环境困苦 养不起孩子 迫不得已才把孩子送走 妈妈的眼泪就不停地流 柯尼在一岁时被范衣集团 卖到了芬兰家庭收养 柯尼的养父母在当地 经营狐狸牧场 柯尼说小时候生活还算不错 养父母也都对他很好 但在他结婚生了第一个孩子的时候 突然有强烈想要寻根 回来台湾看看的念头 在外交部跟新北市 还有桃园市警察局的协助下比对DNA 找到了现在住在桃园龟山乡的生母 警战署表示像去年回台寻亲魏国的 莎宾娜跟柯尼这样从小被卖到国外的孩子 还有不少 根据我们当初的官方之教 至少有七八十个有 柯尼说来到台湾后 其实跟他的想象差不多 见到生母后也更能理解他的命运 他很开心能够在台湾度过第一个农历春节 也会跟亲友们一同环岛 未来如果有机会也希望台湾的亲人 也能够到芬南看看他从小成长的地方 记得陈书军刘汉林台北报道 花莲吉安乡出海口附近 有个七十岁的独居老人 他用木板自己搭建房屋 靠着抓鱼种菜 过着没水没电的生活 外界都称他是现代的鲁宾讯 花莲县政府也将安排放场 拿起锄头整地翻土 今年已经七十岁的徐老先生 为了三餐温饱正在种地瓜叶 要是想吃个鱼就去西边设个陷阱 多的还可以卖钱 一个月多少可以赚六千多元 外界都称他是现代鲁宾讯 怎么维持生活 你的钱从哪里来 钱就鱼卖一卖就有钱 哪里来的鱼 就西里抓来的鱼 你还去西里面抓鱼就对了 对 都怎么抓 放个陷阱 或者放个鱼网 这样够吗 没有什么开销 徐老先生表示 未来过这种生活 其实是十年前 家里的房屋被法院拍卖 没有地方住的他 只好向河川局 住用花莲西出海口附近一块地 自己用板膜搭建房屋 过着没水没电的生活 他也曾向县政府 申请中地收入户 但因为有两个小孩 都已经成年并且有工作 所以资格不服 有申请过不准 为什么 为什么不准 因为之前我自己有两个小孩子 是 那生活 所以生活怎么办呢 生活是自己想办法 有没有想过 政府需要给你做什么样的帮助 想要政府 其实能够过好一点 能让我申请一个 地收入户的补助 至于为何不和孩子住 徐老先生不愿意多说 花莲县政府社会处则是表示 老先生并不住在户籍地址上 所以并没有社工发现他的个案 但会马上安排访查 至于他可不可以居住在河川上 则是需要河川局认定 是否有危险性 记者文家坎 欢迎报道 高雄大辽监狱挟持人质事件 也造成大辽监狱暂停一天半的会客 今天回复正常 由于之前六名受刑人 利用会客来发动越狱 谍狱长陈世智表示 这是内部管理疏失 从今天开始 同一个单位的受刑人 必须错开会面的梯次 避免同单位的受刑人 有预谋犯案的机会 正经国内外的高雄监狱挟持人质事件 从11号下午持续到12号清晨 历经14个小时后落幕 被迫暂停一天半的会客 也在今天恢复正常 早上7点半 会客时间一到 受刑人家属纷纷进入接见室 希望尽快看到亲人 接见室里的冷冻柜 展示受刑人每天的三餐 会客时顺便送去给受刑人的食物 也规定必须去骨 去壳 拆开包装 剥开外皮等种种措施 并严禁家属利用送菜夹带违禁品 在挟持人质事件落幕后 为了加强安检 一早典域长陈世智特别强调 从今天起家属申请的会面 同一单位的受刑人 不能安排在同一提次 像今天早上的接见 我们可能是同一提次 不会有两个人是同一个单位 避免他们陈情接党 过去那个接见登记提次里面 大概是没有限制 那可能会造成人委 故意登记在哪里的那个提次 针对六个受刑人 利用裁缝工厂剪刀 加持人质造成社会不安 陈世智强调 一定会尽速完成调查与惩处 不过现在最重要的工作 是要把安全漏洞补起来 除了受刑人与家属会面方式的调整之外 未来受刑人每一次的全身检查 也必须一一落实 记者李慧宇许诚俊俊高雄报导 高雄监狱发生受刑人 威胁人质事件震惊国内外 其实呢在民国76年台东市的延湾监狱 也曾经因为管理不当发生监狱大暴动 甚至出动国军特种部队才镇压下来 法务部台东延湾技能训练所 这一道又一道的铁门和八卦市的设访设计 已经摆脱了28年前曾经发生监狱暴动的形象 工厂里接受技能训练的受刑人 情绪稳定的接受训练 在众多的技能训练项目当中 洗车的工作很多受刑人都想要做 因为比较能跟围墙外面的世界接触 而且生意不错经常大牌长龙 一个月下来洗车的受刑人 能有3000到5000元收入可以存钱 存起来有没有怎么打算 就出去以后不用靠家人接近 我觉得这个过程的意义还是比较重要 总比就闲在那里好啊 像这种很热门的洗车工作 并不是所有受刑人都能参加 必须是接受7年以下徒刑 表现良好的受刑人才能加入洗车班 而且一天只有6名受刑人 管理也很谨慎 他家里要给他保证书 这样的同学我们才会给他 调到我们的洗车部门 我们至少有两位 还有一个聚训老师来指导他们 影湾基训所强调 他们提供的技能训练项目 都能符合未来受刑人出于就业找工作的需求 这样也能稳定受刑人的情绪 记者张明哲台东报导 财政部眼里的房地合一税版本昨天出炉 短期炒房最高税率只割30% 再加上还订出的是日出条款 引起学者痛批比奢侈税还不如 在今天的公听会上最后还是没有结论 财政部催生八个多月热腾腾的房地合一税 12号终于出炉 但不少专家学者痛批 新版房地合一税内容根本是假税改 向业者让步 拿最早的立院报告版比一比 短期炒作税率最高课45% 但新版只针对持有低于两年出售的房子 课30% 两年后一口气降到17% 过去版本没定日出条款 强调有追溯期 但新版放宽 只针对2016年1月1号卖房者课税 另外免税额也从房价2000万 提升一倍到4000万 优惠税率最高更来到80% 专家学者直批 原本期待新版的房地合一税能健全房市 结果变成隔绝烧养的假税改 105年之后房价其实是持续下跌的 说实在话影响人数叫做零 因为不会有人被磕到税 这是为什么在讲日出条款叫做自费武功 你努力工作的人只要要20%以上 就一般人买房子赚买半赚房 结果只要叫7% 但你觉得这样公不公平吗 各界认为新版的房地合一税 抑制炒房力道不足 因为和现行的奢侈税 税率真的变轻很多 以现行奢侈税试算 如果卖出移动价值3亿的豪宅 以房屋售价克15% 民众得缴高达4500万的税金 而新制的房地合一税 则依持有时间长短来克征 低于两年克30% 但只克获利的部分 如果卖出3亿的房子只获利1亿 只要缴3000万的税金 但如果时间拉长 持有5年才卖出 还有减征税额可以扣底 缴纳税金砍半 只要缴1496万 税率由重转轻 面对外界执疑声浪 财政部长张胜和强调 税改跟打房不能画上等号 不是说用房地合一的制度来打房 一个是我们是长期的制度 可长可久的 打房是一个短期的目标 对于新版的房地合一税 还有另一派声音 房地产业者却认为 房地产因打短 但不能打死 土振税再加上房地合一税 实在拨太多成皮了 这样的税币 是要把房地产 这个自由市场打死吗 一般的建设公司 如果获利算20%的话 今天再加上17%的税 他以后怎么开价 新版房地合一税出炉 没人买单 国民党团表示 还会再演绎 打算综合各方意见 提出新的折中版 记者黄历委 吴家宝台北报道 Uber进入台湾市场之后 引发不少争议 从去年9月到今年的2月12号 Uber被开罚了142件 将近1800万元 但是呢 还是在街上爬爬灶 今天台北市计人车工会 寄出了检举奖金 只要检举一步 就可以获得500块钱 打开手机UberAPP 只要简单动动手指 就能轻松的叫车 Uber在台违法营业 即使遭到交通部开罚后 还是持续营业 根据交通部的统计 从去年9月到2月12号 Uber遭开罚的件数 共有142件 罚款1795万元 未有职业驾驶的小客车司机 被取缔141件 罚款708万元 是一直强调啦 就是说 他现在用自用车 或者是那个租赁车 没有经过那个租赁公司的 一个合作的关系的 那种营业模式 这种都是确实有违法的行为 所以我们还是希望说 Uber务必要依国内的法令来营业 那如果有任何的违规行为 我们还会是持续的一个处分 事实上 自从Uber打进台湾市场后 招揽畏惧职业驾照的 自家小客车载客 引发无数的纷争 也连带影响到 计程车司机的生计 现在台北市计程车工会 号召民众当神秘课检举 第一阶段将提供50万元 即日起到3月底 可评车辆的照片 APP派遣的画面与付费的凭证 向监理所检举 经查确证后 每件检举的奖金500元 目标要检举1000件 面对全民检举 Uber发出声明稿表示 现阶段仍持续并积极 与政府主管机关进行沟通与配合 期望近期内能够达到共识 拟定保障消费者权益 和乘客安全的解决方案 也非常乐意与各界 包含计程车工会等团体 进行沟通讨论 一起提升台湾的运输服务 记者物有些 谢其文特会报道 台北市防务局抽验 台北市18家运动中心 结果发现世界健身中心 西门和战前等9家分店的 履约保证资料 已经超过有效期限 而且合约争议也很多 光是在去年一整年就接获 177件的申诉案件 为了让身体更健康 不少民众会选择到健身房运动 但要加入时 密密麻麻的合约数 如果没有看清楚 可能会引发不少消费纠纷 日前北市法务局抽检 台北市18家运动中心 结果发现世界健身中心 西门镇前内湖 同龄等9家分店的 履约保证资料 已经超过有效期限 你只要是收了一大笔钱的 全部要预缴的 全部要有50%的部分 要提到履约保证专户里面去 这个对于消费者 如果说你这个业者有什么倒闭 等等这些事件发生的时候 消费者可以向履约保证 或者信托专户去拿回来 没有履约的这一个部分 消法官表示 世界健身中心的合约争议 光是去年一整年 就接获177件的申诉案件 主要争议包括 想要终止契约 违约金差额部分 停止汇集后还继续被扣款 入会时 预先扣最后一个月的 汇费是否退款 以及购买私人教练课程 但教练突然离职 依照定型化契约 属于不可规则的消费者事由 会员依法在被扣20%费用后 还是可以终止契约 但健身中心却不愿意退费 针对会员契约 我们已经逐向跟消保官开会 并将进行修改 让会员可以更清楚 合约条款减少疑虑 相信未来会减少许多案件 消保官提醒 在签订任何契约时 一定要详阅内容 如果有口头约定 必须在契约上写清楚 而且契约有带回 审约三天的权益 民众一定要看清楚 再签名避免纠纷 记者吴雅玉 谢奇温特会报道 大学学策成绩单 预计这个月25号 即发今年的违规案件当中 考生携带手机或手表 并且发出声响 这是违规案件最多的 参考中心决议 扣考扣减该科成绩一级分 即便一再提醒 不能携带手机 这类会发出声响的物品 进入市场 每年还是有考生 因此被扣分 希望如果高中校长 在这边如果知道的话 要请那个同学的话 尽量配合 就是考试的时间 应该是不要带这个 手机进去 今年学策349件违规案 这类违规依旧最多有160件 第二多的是把有计算 记忆功能的物品 带入市场有62件 第三多的是 没带准考证有48件 我们都照规定 就是扣减该科成绩一级分 在答案卡或答案卷 涂鸦的考生依旧存在 有人仿照国文非选择题 划出李白对月亮笔叶 也有人画上希特勒 不管画得多好 该考科都扣一级分 此外也有人 没事先报备考试时候喝水 即便申诉也没有用 扣该科一级分 如果可以的话 我们可不可以 在这个办法里面去修说 考试以后 也就是说 你这点结束了 你拿那个医生证明 给我们看的话也可以 我们不需要这么强制说 可以用最有利考生的方法来处理了 好不好 我们想修想 今年22件申诉案 还有人说肩颈酸痛 没有偷看别人答案 请委员放他一马 但大考中心依据监视人员 当场记录驳回 该科成绩零分 现在我沈志明台北报道 这部去年年初通过高中课纲 微调案引起不小争议 尤其是拒绝公开委员名单 跟相关的会议记录 遭到民间团体质疑是黑箱作业 台权会去年10月提起行政诉诉 高等行政法院判决台权会胜诉 认定教育部应该提供完整资讯 提供给民众监督 不满教育部去年年初 强势通过高中课纲维调案 却拒绝公开委员名单 与相关会议记录 台权会去年3月提起诉论 因为遭到驳回 10月提起行政诉讼 12号台北高等行政法院 一审判决 教育部败诉 所有的学子 然后都会 就是因为这样的调整 然后他们接受到的一个讯息 知识 都会根据这样的一个课纲 来去做调整 所以他认为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事情 怎么可以说不公开 是机密 转述审判过程 台权会指出 申诉关键是法官认为 课纲调整与学生家长有关联 按照政府资讯公开法 应该提供完整资讯作为监督 教育部长吴思华说 要等收到判决书 才会决定是否上诉 我有请同仁去整理一下 就是说 就是说到底那个 社会大众期待我们公开的资料是什么 那我们到底有没有那些资料 我想我们会在最短的时间之内来做整理 然后我们再来跟大家说明 接下来处理的方式 尽管这个判决无法改变微调课纲 如其在今年八月实施 台权会与部分基层教师都认为 这是对程序正义的重要宣示 也能让目前正在修订的12年国教分科课纲 不再重蹈覆辙 记者林小慧沈志明台北报导 台东市存在规划 社会住宅市长林佳龙开出支票 将在四到八年之内 新建一万户的社会住宅 第一批就选印在台中的大礼 预计明年动工后年完成 不过就有里长担心 若是人口过度集中 会让发展停滞 至于大片占第三公顷的空地 就是台中市府选定 第一批社会住宅的用地 未来将在这里 规划200户的社会住宅 用只租不卖的方式 提供给年轻成家的人士 或是劳工居住 预计完成用地变更和取得之后 明年动工 后年就可完成 建筑物要好 生活机能也要好 而且价格要公道 以租金来讲 就是只租不卖 因为每一个区的租金的条件不一样 一定要比当地的租金便宜 林佳龙表示 之所以选在台中大礼 光正段先做 就是看准这里 选在三个工业区的交汇地 加上交通方便 移入的人口多 希望先以这里为70点 也兑现当初的竞选承诺 而目前光是台中 就有七处打算规划成为社会住宅 社府表示 未来将以低于市价 一到两成的价格来成租 目前土地和预算都没有问题 他有信心在四到八年之内 完成新建一万户的社会住宅 不过当地的里长有疑虑 当地里长担心 之所以会选定社会住宅为考量的 大部分是经济弱势或是单身劳工等等 除了低于市价仅一到两成 是不是真的能够让他们负担得起 也担心经济弱势的人口过度集中 当地可能发展停滞 社府表示将和地方讨论出配套方案 记得您健身 台中报道 大家好 今天清晨受到强烈大陆冷气团 及辐射冷却的影响 各地的气温偏低 其中在台南以北一直到宜兰 低温大概只有10度左右 不过白天开始随着冷气团减落 各地的气温都是明显的回升 高温的话普遍的失落在22到25度左右 明天的天气会与今天类似 从预测图可以看到 高压出海带来的是比较偏东风 甚至东南风的一个环境 所以明天的高温还是可以升到 23至26度左右 不过还是要提醒大家 明天的日夜温差是比较偏大的 所以在早速晚归的民众 还是要多加件外套 明天的天气还是与今天类似 各地大多是晴道多云的一个天气 只有在花莲台东 由于云量还是比较偏多 会有一些短暂雨的现象 民众还是可以把握明天比较稳定 而且舒适的天气 来做年节前的扫除工作 不过要注意的是 到了礼拜天15号之后 由于封面是在接近的 所以在南部以及中部以北山区 会转为有短暂雨的一个形态 中部以北的云量也会逐渐的增加 16号白天在封面是逐渐通过的 所以在中部以北也会转为有短暂雨的一个形式 以上资料由中央气象局提供 一款关心各地的温度预测 北部地区 基隆台北桃园新竹苗栗 11到25度 中部地区 台中彰化南投云林嘉义 12到26度 南部地区 台南高雄屏东恒春 14到27度 东部地区 宜兰花莲台东蓝雨 13到24度 外岛地区 澎湖金门马祖 10到22度 以上是今天的公式晚间新闻 我是银欣怡 感谢您收看 明年同一时间 我们再会 明年同一时间 H32 A型流感大变异 短短一个月造成香港145人死亡 面对变种流感病毒 台湾防疫做好准备的马 海流一泼泼 流感病毒肆虐发威 运情不断上升 农历新年就快到 H32恐怕大流行 防疫进入空窗期 学民如何提早预防 周晚间八点南部开讲 对抗流感潮 大人小孩提高警觉 如何预防 健康处 健康够好年 公式国际影展 南极料理人 一群离家 一万四千公里 在冰天雪壁里工作的 气候关切人 一位厨师 如何用料理 温暖他们的心 五位 因为吃美味的东西 能够健康处 对吧 对 那我们 十三周五 晚间十一点三十五 南极料理人 公司观众朋友大家好 恭喜恭喜 我是彭嘉嘉 今年是羊年 祝大家羊羊得意 喜气羊羊 每天初天 初到时候羊羊 好好 恭喜 公益大师李存仁 将艺术运用科技的结合 让冬域白瓷和琉璃 有了最亲密的接触 王者之风 御用胡祖 搭配琉璃湿地头 琉璃凤身 细腻的设计 尽显王者风范 现在捐款一万元 成为公式荣誉会员 获赠王者之风 御用胡祖 及公式之有月刊五年期 请上公式网站 霍博02-2633-2000 转酒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